6月28日马德忠与太太张晓兰庆祝结婚20周年 当晚穿上白色婚纱礼服举行 马德忠与太太张晓兰抗力词婚词善晚会 并忘筹得七位数字善款 均与有关脑退化症者研究及教育的机构 谢天华 梁立伟 狗云会等应邀出席 马德忠透露太太为了这个晚宴非常辛苦 小智一个蜡烛和花都是自己挑的 所以今天就像生了一个儿子的感觉 在这半年期间里面 我太太非常非常辛苦 她每一个都是大字这个场地 小字一个蜡烛还有一个花 都是她自己挑的 所以她是非常辛苦这半年 所以今天好像就是 没有重新结婚的感觉 反过来好像在三个儿子的感觉 另外通常的狗云会当场否认 换抑郁吃药导致肥胖的传闻 但支持自己情绪上有较大的压力 目前正是中药调理身体 谈到郭福成被指上海夜店玩乐 废了女友狗云会就表示 其实她有她自己的私人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private time 那自己她 我觉得她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了 那我觉得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做完工作 也会想要去娱乐的人 所以这还蛮正常的 最近其实是一直有在看中医调理 那情绪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大压力 那都知道大家其实是出自己关心 那将来就是来的 接下来希望大家就是关心我的工作 关心健康 就不要再去在绯闻上面做新闻了 而送大红包座贺里的舍师曼 坦言替马德中结婚20年感到开心 自己也希望快找到另一半 享受甜蜜 并开出紫友条件 其实我觉得什么人是没关系的 最重要是能够沟通 还有相处得很好 还有开心 我每天看到她都会笑得很开心 那都很满足 借着马德中与张小兰辞婚的喜气 我们也快快祝福一下儿 纯小竹早日找到如意郎君